原标题 做了不少坏事 其实还有一个人跟林彪的关系更亲密 无论是地位还是作用 都远在四大金刚之上 堪称林彪的第一心腹 但这个人的一生几乎没有污点 去世后也没有人说他的坏话 甚至他的追悼会都创下了一个记录 这个人就是刘亚楼福建母平县人 早在红军时期 刘亚楼就是林彪的部下 林彪每次开会都带着他 既当助手又当保镖 解放战争时期 东北野战军急缺参谋 林彪特地把刘亚楼调去当参谋长 说刘亚楼一个人顶三个参谋长 当时四大野战军司令部的定文署名 最多两个人 比如一野的彭德怀 二野的刘邓 三野的陈素 但四野都是属三个人的名 林罗柳 可见 刘亚楼在四野的地位和作用 在开国将帅中 大多都是草莽英雄 不修宾服 但刘亚楼这个例外 刘亚楼曾在苏联扶龙之军校深造过 养成了一丝不苟的习惯 对仪表非常讲究 衣服永远都是笔紧的 皮鞋永远都是正亮的 他曾有一句名言 就是坐在蒸笼上 也要保持中国军人的风度 但这并不代表刘亚楼的生活是富足的 其实 他的衣服也是补丁落补丁 连身边的工作人员都不可思议 谁能想到 一个上将 空军的司令员 却穿这样的衣服 不光生活中如此 在工作中更是要求严格 比如 在他任空军司令期间 所有空军机关都有明文规定 起草文件必须用废纸 由印过的纸 都要翻过来重新用 进封也必须反复使用 先用钢笔鞋 再用毛笔鞋 最后翻过来 胡桃再用 有一次 准备给他换一辆新的红席轿车 但大家也都知道他的脾气 就等他 去外地开会的时候 偷偷把他的吉姆轿车送去了修理厂 生米煮成熟饭 但刘亚楼岂是这么好骗的 回来后 坚决不坐那辆新的红席轿车 硬逼着步下 把那辆吉姆轿车又开了回来 为此 刘亚楼还声色俱力地对大家说 我反复向你们讲过 我最恶莫那种房子越住越宽敞 汽车越坐越讲究 家具越换越漂亮 心思不用的工作上 而专门在享受待遇上打转的庸族作风 刘亚楼虽然身为空军司令 但坚决不让儿子进空军 当儿子刘玉斌毕业于著名的哈军工 毕业后想进空军 刘亚楼的部下也都支持 但刘亚楼就是不同意 说 老子在空军 儿子在到空军 空军是我们家开的吗 刘亚楼一生中唯一有争议的一件事 可能就是流传已久的郑军贤 1955年我军大寿贤时 刘亚楼得知自己被授予上将 就去找林彪说情 最后的结果大家也都知道了 刘亚楼仍然是上将 而且排名也不在前面 其实 以刘亚楼的资历和实力 凭一个大将也是无可厚非的 在解放战争时期 刘亚楼是四野的参谋长 跟他平级的政治部主任谈证是大将 比他低的萧晋光 黄克成 也都是大将 建国后 刘亚楼贵为空军司令 而海军司令萧晋光是大将 甚至装甲兵司令许光达也是大将 空军司令怎么说 也不会比装甲兵司令的地位低 展开全文图 刘亚楼向毛主席 刘少奇汇报工作 但毛主席对胸怀看得很重 许光达三次让险 毛主席都没有同意 还当众表扬他是共产党人的明镜 而刘亚楼嫌自己军嫌低 自然也遭到了毛主席的嫌弃 最后在上将中 甚至排在了海军副司令 副政委的后面 当然 毛主席对刘亚楼的功勋还是很认可的 1956年中央军委增补委员 刘亚楼跟宿裕 陈庚 谭正 黄克成 萧晋光等十人入选 基本上都是大将级别的 可惜天不假年 1965年5月7日 刘亚楼因肝癌去世 年仅55岁 刘亚楼虽然只是上将 但他的葬礼 却是按照元帅的级别举办的 经毛主席批准 追悼会的地点 设在天然门西侧中山公园的中山堂 按照规定 只有党和国家领导人去世后 才能使用中山堂 追悼会那天 首都十万军民都自发前来吊咽 中央领导人除了毛主席 包括刘少奇 周恩来 朱德 邓小平等人几乎全部出席 并由林彪亲自主持 罗瑞星致到此 在57位台国上将中 刘亚楼的追悼会规格是空前绝后的 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